Hello MyTex MyTex 123 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来到我的频道啦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其实呢 我在之前呢 就已经有拍过类似的了 就是关于这个 微信号 如果被限制 还有这个被封号 有哪一些的这个情形会被限制 那么我把之前的影片我放在楼上 那么底下呢 就有很多人的留言 所以呢 今天呢 我答案就来拍一下 就是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 16个禁忌 会导致到你有可能被封号的 那么我会按照4个部分 分出来跟大家去做这个讲解 那么第一个就是有封号危险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会限制你的局部的部分的这个功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死亡率高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必死的 四个的风险的这个组合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 也会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一些的如何你去解封 你的微信号的这个方式 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啦 那么呢 记得哈 一定要把这个影片从头看到尾 记得哦 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能够明确的知道 到底你为什么被封号 那么还有就是从影片之中呢 有没有一个方法 或者是其中任何的一个方法呢 可以让你去解封你的这个微信号的 好 那你们还没有接下去看之前的话呢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那么呢 接下去的话呢 整个影片 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完哦 那么好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一下吧 好 那么之前呢 就跟大家讲到就是关于有16项 违规的这个举动哦 那么分为四个部分来讲 那么第一个呢 就跟大家分享的现在呢 就是关于就是有封号危险的 这个动作了 无论是星号老号 主动或者是被动哦 频密添加好友 均有封号的这个危险 那么解决方法呢 就是说你每天加这个朋友的时候 是双项的哈 就是你添加他 他需要去通过你的话 十五个哈 一次只可以十五个 在两个小时之内 那么要 你如果在两个小时之内呢 你已经添加到十五个的话 十五个之后呢 你就要等两个小时之后 你再继续的添加呢 就比较小的机会 遇到这个封号的危险了 那么第二个有危险 导致到你封号的 就是频密的加这个红包群啊 轻货群啊 推股群啊 都有可能被系统 检测为赌博号 营销号 有潜在封号的这个危机啦 如果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不要去加自己 或者是说不要去 让别人加你进这些违规的群 大家要非常的注意这一点哦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连续批量的群发 又或者是群通告 在群里面呢 频密的去发这个通告 包括哦 微信的群发功能哦 或者是说你私自群发给人 就是说你一个一个去发给人 还有就是你用类似微信里面的一个 好像广播的这个功能 这样子哦 一次过选择200个这样子发出去 如果你连续去做这个动作的话呢 就会遭到封号的哦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微信的系统很容易判变你为营销号来的 就是说你这个微信呢 是用来做营销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用这个群发的功能的话呢 应该是以少量多次 也就是说可能你以前呢 你是一次过发200个嘛 那么现在呢 你就不要这样子做 在两个小时 或者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呢 只去群发200个人 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被封号的这个风险 那么在有封号危险的这个举动里面呢 还有第四点哦 就是关于同一个设备哦 如果说就好像说 你用这个iPhone去登录哦 那么你频密的去更换你的这个账号 或者是说呢 同一个账号的频密 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去登录 那么你这一个微信号呢 就很容易面临封号的这个风险 因为呢 这个微信的系统呢 它会自动检测你的IP 还有你的设备的这个信息 就好像说可能你现在登录哦 是iPhone7 然后你现在登录哦 可能就是Oppo Reno什么电话 或者是阿华为什么电话这样子 那么微信的系统呢 它会自动去侦测这一些的讯息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解决方法就是不要频密的退出 或者登录这个微信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设备频密的去登录 或者是登录这样子的动作啦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这一些特定的举动哦 你会有局部的功能呢 是会被限制去使用的 那么在第二部分的第一个点呢 就是讲说你如果是用第三方软体去做这个一键转发的话 就是可能你可以一键转发去给你里面的微信的朋友啊 或者是说你的朋友圈啊 因为以前早期很多人都用这样子 包括现在呢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第三方软体 可以让你们去做这个一键转发的这个动作 还有就是说哦 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现在会用这种非法的外挂 尤其是那种红包的外挂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 他们就会按照阶梯的处罚方式哦 辅于这个特定的功能会被限制去使用 或者是也会直接封号的 那么这样子的解决方法其实是再容易不过就是 不要用任何的第三方软件去做任何不属于微信原本的这个动作 原本里面的功能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做 否则的话呢就有面临功能被限制或者是封号的风险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讲说你用不明的身份呢 去认证你的这个微信的信号 例如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呢会去网络搜索了一些身份证 来去开这个微信号来去板定来去做这个认证 for这个微信号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就有可能被限制的呢 就是在于红包发放的这个功能 如果你想要就是说解除这个功能的话呢 你可以去做这个微信的红包哦 付款也好啊或者是你要发红包也好啊 那么呢唯一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必须要更换你的身份证 的这个板定 好不好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呢就是跟信号比较有关系 就是讲说你如果注册这个微信号 还在15天之内啦 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面临到就是你的搜索附近啊 或者是遥遥啊 这一个功能呢就会被限制了 那么这样子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肯定有些人啊可能他旧的微信号已经被封锁了 他们想要开个新的微信号 但是他又不能够用到遥遥啊 又不能够用到附近啊这一些的限制的功能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啦 那么呢你可以就是说先添加20个好友 那么记得哈 跟以上的这个添加好友的方法呢是有一定的光连 也就是讲说你必须在多少时间里面加多少个人 然后大家可以看回去如果你忘记了 那么如果你加了这个20个之后呢 你要同时哈或者说分开进行这个视频聊天 关注一些的公众号 还有发送一些的位置 就是说哎你可以sign一些的location哦 在这个微信里面sign location给人家这样子 做一个给系统侦查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还有群聊哦 这样子以上的几个活动来增加你的微信的这个活跃度 那么他的系统呢就会自动侦查到你这些活跃度哦 那么就会开启你这一些搜索附近啊 或者是摇摇啊这一些的功能的啦 那么第四点我们要看呢 就是说你会有被限制一定的部分功能哦 就是说你同一个时间里面哦 你跟很多个人在用微信聊天 就算你是聊着正常的内容 也会被限制聊天的功能 这一些呢是在上一集呢所没有讲到的 所以说呢大家记得以下还有很多个点 大家必须要把这个视频给看完它 否则的话呢可能你被某一些功能限制的时候 或者是被某一些情形的时候呢 其实影片里面有讲到 但是你没有看完 所以你并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 好那么我们讲回这关于这个啊 你的聊天被限制的这个功能 那么以上这个聊天的功能被限制呢 其实是经过很多个微商的商家的朋友们呢 到了他们有讲到有这样子的情形 因为他们只是跟顾客啊 或者是说一边是顾客一边是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啊 他们在同时在聊天 其实聊很正常的 但是呢他们就被限制了聊天的功能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 就是在于发生聊天过于频密 在一个小时之内 意思就是讲说 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呢 你不要跟10到15个以上的朋友同时间在聊天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就很容易导致到你被限制了这个聊天的功能了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三个部分 就是死亡率比较高的这个举动 千万是不要去触碰的 第一点呢在这个死亡率里面比较高的就是在同一个区域哦 也就是所谓的定位地址里面 批量去注册5个以上哦 5个以上的这一个微信号 那么呢你就会因为批量去注册这一些账号哦 导致到被封号的啦 如果说因为工作的需要啊 或者是说某一些特定的原因你需要到这样子用的话呢 记得把你的电话哦 转换去4G的网绩网络呢 然后呢尽量去不同的地方 好不要说哎 只是在家里面的客厅啊 房间啊或者厕所啊 或者是冲凉房啊 千万不要 而是去到不同的区域的地方 你才去做这个注册账号的这个动作啦 大家记得这一点啦 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客户端哦 登录多开哦 那么这样子的死亡率哦 其实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是用360物理硬件区隔来开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用360等这一些的物理哦 硬件区隔来双开的话呢 则是啊没有这样子的风险 那么解决方法呢就是说你尽量呢就要用这个光帆的客户端去做这个登录的啦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有遇到的就是你是一个新的注册号 那么在15天之内也就是说你注册好到这个15天之内哦 频密的添加好友频密的发红包 频密的群疗 这样子的微信号呢 死亡率呢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如果说你这样子的情形来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就是说在你注册这个新号的15天之内呢 尽量不要去做任何的营销的动作 不是说尽量哦是最好不要去做任何营销的动作 尽量网上你账户的这个资料 如头像啊昵称啊签名啊微信号啊朋友圈等等这一些的步骤 那么如果你可以板定的信息越多就越好 比如啊银行卡啊手机号啊QQ号啊可能有Facebook啊email啊之类这样子的 哦等等哦如果你可以注册的话或者是板定的话 那么是自然而然是最好的比较安全 那么如果你有像之前讲到的就是关于你是批量去注册这些账号的 那么记得头像啊昵称啊都不要一样 因为相信有一些很多微商的可能领导级的 他们可能有就是说放A1啊A2啊A3啊A4啊 或者是说用某某某A1某某某A2某某某某A3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你需要到这些账号 当记得在15天之内都不要用一样的名字 一样的照片一样的昵称 在15天之后呢再去做更换则是可以的哦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四个部分就是必死 如果做了以下动作你的户口一定是必死的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公司或者是在家 同样的一个WiFi之下呢 你批量的去养号 一旦被系统侦测到肯定就会批量的封号 也就是说必定是死号的了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解决这样子的方法呢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是插卡的手机 建议呢你就是把VPN给改掉 更新你的这个IP address 那么VPN呢最好是纯净的这个IP 不能插卡的手机呢使用流量去养号的哦 所以大家要记得啦 那么第二点就是24小时之内发红包超过100次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就会限制你聊天还有发红包的这些社交功能 那么如果说你是在24小时里面呢你发红包超过200次的话 那么就是必死了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哦 因为这样子的情形呢其实系统呢就会自动检测你为这是赌博的行为 所以说呢解决方法就很简单哦 就是不要在24小时之内呢发超过这个数量的红包 记得大家要自己做一下记录 因为有时候可能系统里面的记录呢 会跟当下你看到的记录可能是有一些不符的 所以记得大家哦 如果有这样子你需要大量发红包的哦 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度数也要做一下记录了啦 好那么第三点就是连号段的这个手机卡 就是有些人可能要买电话号码就是 XXXXX321XXXX32233323324 这样子叫做连号段的手机卡 同时呢你批量的去注册这个新微信 也就是说你用号码会连的电话号码 那么你同时呢用这些号码再去注册这个新微信呢 也是必死的一个动作啦 那么解决方法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不要用会连号段的这个号码呢 去注册这个批量呢 去注册这个微信号啦 就是这么简单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教大家呢 就是关于这个微信养号的方法 因为相信很多人呢 现在呢都需要很多个微信号 去做不同的这个用途啦 所以说今天的主角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养号的这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步呢就是说你必须要用不同的手机号码去注册这个账号 在不同的地区呢去使用这个4G的网络去注册 那么你要注册这个微信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是要为最新的微信版本啦 那么第二个呢步骤呢就是要网上你的所有的资料 使用不同的名称 使用不同的这个图像 就是头像的部分啦 先不要设置微信号 可以呢在15天之后呢才去设置你的这个微信号 签名呢也要补充网上 尽可能呢去网上你整个微信里面 所需要你去填的这个信息 那么大家如果还没有看到楼上有讲到 记得可以去以上的影片呢 放查回去看看 好不好 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你做好以上的动作了 第三个就是你需要去加号 那么呢你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加五个到十个 是注册半年以上的微信账号 听好哦 是注册半年以上的微信账号 而不是去加一些新的人也是刚刚开微信号 或者是刚刚开微信号两三个月啊 你就去加他做好友 那么这个是没有效的 记得一定是要半年以上的微信号 五到十个 记得哦 那么最好呢他们也是有做好这个实名认证的 就会更好了 好不好 好那么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 加了这五到十个朋友之后呢 必须有互动的这个活动出现 也就是可能聊天啊 语音聊天啊 这样子呢就会增加你这个新号的活动 这个纯重啊 记得哦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否则的话呢 你的号呢就会被认为了是用来 要去搞七搞八了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呢就很容易面临到这个被封号的风险 那么好那么第五点呢就是真正的 你开始要养号的啦 那么真正的养号呢 是要在15天之后呢 才可以开始去进行呢 这个系统模拟养号的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种的system 你可以把你的号放进去 然后之后呢 它automatic呢就是会帮他去生成一些的讯息啊 就是传发给人家 然后他们可以设定啊 这就是系统的模拟养号 大家记得 如果你要注册信号来讲的话 真的是有这种用途 那么我相信 你们一定要在15天之后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啦 那么第六步呢 虽然说呢就是说15天的这个信号保护期过后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请记得以上卓格拉讲的四个部分 就是说有风号风险的 有限制功能的 那么有高危险的 还有这个必死的 大家记得一定要看清楚以上卓格拉所讲的这一些条件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很快又要开信号的了啦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微信解封的方法啦 那么呢 记得解封前呢 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是有以下几项的哦 那么第一点呢要注意哦 就是目前呢 如果说你解封成功了的话 系统呢 普遍都会追加在封你的号多一次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在你还没有解封之前哦 记得把你电话里面的微信的这个APP呢 洗掉它卸载之后呢 重新下载最新的版本之后呢 才去进行这个解封的动作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说 当你成功解封之后呢 记得哦 在接下来的两至三天里面呢 都不要去添加好友 也不要去修改你的微信里面的任何的资料 在你正常操作二至三天之后呢 你才去添加好友或者去修改某一些你认为要修改的资料 否则的话呢 很大很大的几率呢 你会再一次的被封号的啦 那么第四点呢 要非常的注意哦 就是讲说 如果你是透过其他的软件呢 或者是你找别人帮你去做解封的时候 它是用其他的软件帮你去做解封的这个动作呢 那么这个要非常的注意 这样子的情形呢 很容易很快被封号 甚至是达到最恐怖的一个点 就是永久封号啦 那么如果你要解封的话呢 记得要保持就是一微信号 一个手机还有一个IP address而已 否则的话呢 就很容易面临永久性封号啦 那么第五个呢 那就是每一个手机号哦 就是电话号码哦 只能够帮忙解封五次 而且呢 是在这个31天之内 而且呢 在31天之内呢 只能够用同一个手机号去解封 所以说大家这点要注意啦 那么第六点呢 最好大家呢 就是说可以准备两个手机号 就好像我们讲的第一点哦 当你解封成功之后呢 普遍呢 都会再追封一次 所以说呢你就要用第二支手机号呢 去进行解封的这个动作 那么第七点呢就是所谓的永久封号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再拿回的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哦 那么第八点呢就是说 很多人呢可能他们是用QQ号呢 去注册这个微信号的 那么就算呢 你的微信号是用QQ注册的 然后你变成了这个永久封号呢 是不会影响到你的QQ号的哦 那么第九点呢就是说 跟QQ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原本用QQ号去注册了这个微信哦 绑定了这个微信哦 那么呢 这个微信呢已经是被 永久封号了 你可以在六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后呢 可以再重新用这个QQ呢 去绑定一个新的微信号 但是旧的微信号里面的所有资料呢 是会被全部清空的了啦 好那么最后一个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如何去解封啦 那么第一点呢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你要如何去自己进行这个解封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客户端登录这里哦 然后输入账号密码 那么呢 清除这个登录之后呢 根据谈川哦 进入哦 这个解封的这个流程啊 就是跟着它的步骤去做 你就可以看到 怎么样子去做这个解封的了啦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邀请朋友帮你做解封 那么这个的性价比呢 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么呢 你可以叫你朋友呢 就是登录微信哦 然后去搜索这个微信团队 然后点击打开 接着呢 他就可以在这个 聊天的界面哦 点击这个自助工具 在弹出了这个小窗口之后呢 点击解封或者是申诉补助验证 那么在这一步之后呢 就要点击确定是他本人联系我 那么接下去呢 同样的就按着他接下去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做就可以的了啦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通过腾讯广播呢 去请求解封的 当你的微信哦 如果被举报哦 并且封了你的号之后 你可以用QQ的这个微博的广播方式来找回 那么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你要登录你的腾讯的这个微博账号咯 然后在微博里面呢 你就输入这个hashtag哦 hashtag哦 然后写意见反馈 然后再加一个hashtag 在写上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哦 就可以啦 这是类似的广播 在这个哦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也可以哦 去达到这个效果了 那比如呢 就是说哎 你可以放hashtag哦 然后你写说你要 呃 意见反馈 然后之后hashtag 你说我的微信被他人恶意 哦 给举报了 请帮我解封 那么这样子你广播hashtag广播之后呢 可能两到三天之后呢 你的微信号就会解封了啦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腾讯的客服请求去解封你的号 如果你想要快速解决你的这个封号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客服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你可以到以下的地址就是kf.qq.com 点击呢 这个QQ的客服 在线呢 在线呢 与对方去做这个交流 那么要告诉他们清清楚楚你们的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么当他们检查了之后呢 诶 确认了之后 肯定 confirm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帮你解封的了啦 那么第五个就是说 诶 如果说你今天呢 呃 有办法拨打电话给这个腾讯的客服哦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解封的 那么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觉得说我用打电话讲话会比较快啊 省略到我用打字时间或者是说可能我打字表达不够清楚意思给客服他们可能了解不到那么你就可以透过打电话给他们去做交流沟通告诉他们来龙去脉之后呢去做这个解封的啦 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在呃 微信的微博哦 你们可以在那边呢去跟他们做交流哦 去达到这个解封的动作 那么你必须要有腾性的这个微博 那么你可以在他的微博上面呢你放一个alias 然后写QQ微博 就是alias他们 就是你tag他们出来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叫做微博QQ客户端 那么这样子呢你hashtag了他之后呢他之后就会跟你在这个线上去做这个交流 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在微博里面呢去私信他们跟他们去做这个交流 或者是说哎可能你会找到他的帖子在微博里面呢你也可以在楼下去评论 哦 那么呢如果你要更快的方法当然就是打电话哦 直接联络到他们哦 这样子的话解决方法会比较快 那么第七个呢其实呢呃就看你们个人啦 因为毕竟呢你要解封来讲的话呢是漫长的等待的去解封 也就是讲说如果说你是没有很常用到微信 又或者是说你没有说微信呢有很大的用途 只是让你在某一些部分要用到 但是并不是太重要的 那么你可以不需要去做楼上的任何一项的动作 你就等他自己的去解封就好了 那么这一个解封的漫长的程度呢 呃并没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特定要用这个微信号 你还有别的微信号的话呢 那么呢你无需特地的去做以上的任何的动作了 好不好 好那么以上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去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卓格拉基金有发现到非常多人面临风 风耗的这个危险啦 那么以上的影片记得要分享去给大家啦 好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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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